乾隆毋庸 父親留下的諸葛家訓 淡薄明智 凝靜之人 孩兒諸葛羽一直牢記在心 儘息無不闖 無意出城 舊兒 獻龍在田 利劍大人 是時候繼承父旨 為神州百姓 獻上諸葛羽勇為之氣 只能剷除天下的一切 和善和誓 我來遲了 孩子跟母親呢 托您的福 孩子平安出生了 映霞身體也無大礙 我要當爺爺了 我要當爺爺了 喬您樂的 爹當年的那些老友啊 要是知道 戰場上人見人怕的修羅 也有這一面 肯定下巴都要掉下來了 我也覺得不可思議 這一輩子經歷的煩惱 痛苦 彷彿在這一刻 都一掃而空 我定要牢牢記住今日 每年 都要好好替這孩子 慶祝生辰 您可別把孩子給寵壞了 不過 今日的確值得好好紀念 慧哥哥 你拿這麼多東西要做什麼 雨兒滿粥碎了 據說 此時擺些物品在他面前任其抓取 第一個抓到的 就是他將來的職業 你說的是抓粥吧 但你帶來的這些 都不像一般抓粥會用的物品啊 我們家可不一般 當然得特別點 你看 雨兒可是二話不說 就選了這東西 雨兒選了這刀譜啊 怎麼 刀不好嗎 刀很好 只是義父與我們倆 都不特別擅長刀法 怕雨兒 將來會辛苦些了 好 朱格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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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幹嘛不說話 你還在為我弄壞你的凳子生氣啊 真是小心眼 我不是道過歉了嗎 你要怎樣才原諒我 你說啊 我 我 我也不稀罕 隨你 哼 身為我的兒子 你還真是不成氣候 你這樣喜行於色 心思一目了然 女人交涉時 只會成為戴在高揚的 雨兒 你把這當面具戴上吧 這樣心思就不怕被你爹看穿了 不用看我 你要依賴那東西也無妨 那日後 我都戴著面具出門吧 哼 看來還有點鼓勤 那我們繼續吧 你跟你爹娘還真是一個樣 竟為了搭救些不相干的人而行走江湖 雲游四海 不過當年也是因為你娘 才有今天的我跟阿寧 我也不好多說些什麼 這一去不知道多久才會回來 記得去向照顧過你的人道別啊 他也不知道剩幾年壽命 說不定你下次回來 就見不到他了 明火道士光我魔尼 明火道士光我魔尼 大膽狂徒竟敢在此妖言禍眾 哼 無知之人 受我魔尼明火的懲罰吧 大人 你身上 你看到了嗎 看到了 莫非這魔尼教主真有通天的神力 明火肇事光我魔尼 明火肇事光我魔尼 你 這裡的傻子 可比我預期的要多了 哈哈哈 我在的期間 發生了這種事情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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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举一动都在我的计算之中 留下钱财可以饶你一命 这条路可不是给你这种人走的 多数一 上 太大意了 前方扎栏看似坚固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只有这点本事 好久没人敢闯这条路了 这奥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奥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们还是好好休养的 你怎么老子啊 想闯此路 你还早了十年 十年前我的功夫断为你现在联强了 前方山贼人数 要调配武学的话 开启招式界面 目前有两套以袭的武学 可将以袭的武学配置到此处 便能在战斗中使用 可在此点机想使用的武学技能 放置到想替代的武学栏位 如此就能同时使用数套不同的武学了 亦可由此直接套用整套武学 按此确认 如此便能回归整套武学的事 若想尝试多种配招 也可在此处增生 若准备好了 便上前一站吧 雷鸣 其不信雷 可 让我看看 你身上有什么吃钱的东西吧 怕了吧 还有心中 吃我这种 这小子不识相 我有动真敢的 雷鸣 吃我这种 是雷 你自找的 你自找的 放死我了 你敢打我 放死我了 把这小子打跑 回去再练了 拿命来 都真肯定了 大哥 我们尽力了 这箱子上锁了 以右键点击箱子 选择合适的行动吧 这箱子上锁了 以右键点击箱子 选择合适的行动吧 陈公将锁卸除 这里有一罐 好了 现在这些 没想到 你竟然能打倒我的 想法 也就到此为止了 敌人使人特定武学 露出破 是这事 这就是历劫状态 且不同人历劫 尽可能 千刀万剐 太难以了 只有这些本事 千刀万剐 千刀万剐 我还没输 大侠饶命啊 我们也只是受雇余人罢了 顾佑你的 是模拟教的人吗 我 我也不知道 只知道对方令我们赶跑 所有想上山的人 只要线索时间 就有所抵触 任务中会获得各种线索与道具 开启思考界面来回顾 选择探查中的任务 进入思考 仔细看看 现在持有的线索 原本对这些山贼的设想 似乎跟后来得到的这个线索有出入 同时思考这两件事的话 模拟教若要吸引更多的人入教的话 应该要让人上山才对 但这群山贼的雇主 要让人下山 这样反而对模拟教不利 这山贼的雇主究竟是 若是纯粹相比起这个 更像是不希望人加入模拟教吧 若雇佣山贼的人痛恨模拟教 不希望更多人入教 似乎相当合理 向本人确认看看吧 我问你 雇佣你的人 是否要表露出讨厌模拟教的样子 知道没有 金大侠提醒 他似乎曾说过 他母亲人在模拟教 是因为亲人误信了模拟教 所以故人找模拟教麻烦了 对了 上次跟雇主见面时 他调了这个 大人您说不定有用 你们 有截取无辜民众的钱财吗 没我大侠 我们都只是嘴上说说罢了 大部分的人见到我们就跑了 您是第一个闯进来的 我自有学父亲 学习官言之术 这种程度的角色要是撒谎 是骗不过我的 他们应该真的是听命行事 也没接人钱财 不许 你走吧 告诉你的故主 模拟教的事 有人在处理了 叫他别再干这种事了 是 谢大侠饶命 这些山贼武功虽不算太高 但一般人还是难以应付的 不知道陈寻俭是否无恙 算了 在此空担心也没用 前进吧 那生意是 阿语 当心 你没事吧 没 没事 诸葛哥大哥 抱了我 他是不是也这样抱过姐姐呢 阿语 你怎么会在这里 我 我听说诸葛大哥要来此 便寻这小路上山 在此遇到了陈寻俭 陈寻俭的衣服似乎被人烧了 我看到树上有套山贼晾着的衣服 便想上树取下来 给陈寻俭捡更换 衣服是拿到了 但 不小心脚滑了一下 那个 诸葛大哥 可以放我下来了 你真的没有受伤 不用再休息一下了 真是的 我要再把我当小孩子了 对了 陈叔叔 快穿上吧 别着凉了 陈叔 幸好你平安无事 好像也不能说是平安无事 不过小命总算是保住了 所以你送信给我之后 发生了什么事呢 我 我不自量力地 带了一些五官 想来抓摩尼教主 但就在我离那摩尼教主 还有十来丈远时 他仗一点地 我身上突然燃起了绿色的火焰 幸好我跌入山后的小河 才能顺势扑灭火焰 不过我也因此随着河流 漂浮了一段距离 待我上岸时 随行五官跟那些摩尼教的人 都不见了 而之后你就在此处被山贼困住 下不了山 对吧 对 就是这样 原本大家期待身为巡俭的我 去把那神棍抓起来 但现在却反倒助长了他的威风 实在惭愧 现在手边线索还太少 不过这摩尼教主的绿火 只是江湖术士的把戏 我之前也这么认为 但当时的火可是千真万确的呀 烧伤的痕迹 现在都还在呢 诸葛小弟啊 你爹不在了 现在只能靠你了 你一定得替大家讨个公道 不然现在有人甚至为了向摩尼教上购 连孩子都卖了 这可不能不管啊 诸葛大哥 我也要拜托你 村里有许多人都为摩尼教的事烦恼不已 请你帮帮大家 放心 这事我一定会处理妥当的 对了 这给你 听说这对你们练武之人来说是圣片 可以提升功力 这个单要是 多谢陈叔 阿云 你先离开吧 此处危险 要是你有个三长两短 我可不好向你娘交代 好 那我们晚点村里见 那 那我也先离开了 我可不想再见到那摩尼教主 好 接下来 要进入调查摩尼教的重头线 陈叔刚给的丹药 不知道吃了会有什么效果 别轻易诚实 你是 大事大事 得放下五位的自尊心 扮演个适当的角色 你好啊 这里就是摩尼教吧 太好了 我可终于找到了 前些日子 有心看到教主神威 我崇拜得不得了 一心想着 定要加入摩尼教 追随教主 与光明之神 我虽然没读多少书 但我爹是大地主 留下不少左产 我愿意 全部贡献给伟大的教主 可以让我入教吗 这位小兄弟 你可真有悔根 不像前几个无理的家伙 教主知道 有你这样的信徒 一定也会很开心的 快里面请吧 进去后 看到站在门旁的 就是引路人 他会教你这里的规矩 愿光明之神 为你起火 谢谢你啊 愿光明之神 为你起火 不错不错 削得真快 看来是成功进入了 立刻去找引路人吧 有些目标了 确认一下 现在的当务之急吧 开启任务见面 可在此处 观看已接到的任务详情 并可调整希望锁定的任务 确认一下 现在的任务状况吧 小伙子 你是哪儿来的 来我们摩尼教干嘛 婆婆您好 您就是引路人吗 小伙子你说啥 我听不太清楚 再说一次 这引路人的耳朵 似乎不太好 没办法了 主大声一点吧 婆婆 我是仰慕摩尼教主前来的 能请您替我引荐吗 你说什么 什么摩尼教主很下贱 你这臭小子 怎么说话的 给我离开摩尼教 我们摩尼教 不欢迎你 怪了 刚刚婆婆的神色 不太对劲 在父亲所说的 观言之术前 一般人说谎 是逃不过我的法眼的 婆婆刚刚的确心血 不过 婆婆为什么要说谎呢 你这臭小子 刚刚还在 在摩尼教前打架 大声喧哗 还有脸来讨骂 婆婆 您刚刚说什么 圈门会在各种 情况下说谎 虽然我能看出 其心虚的表情 但不指出证据 是不会让人心服的 当察觉到 对方说的话 有古怪时 会进入推敲 推敲中需要 对关键的句子 指出哪里不对劲 以令对方动摇 试着推敲 婆婆聚重的旋击吧 我说你是个 不懂礼貌的臭小子 一见面 就乱说咱教主坏话 还在咱摩尼教外 跟人打架 你婆婆的定力 纳得翻纲 我说你是个 不懂礼貌的臭小子 我说一见面 还在咱摩尼教外 跟人打架 虽然 婆婆 您不是耳力不好吗 我方才与人冲突 可是离摩尼教 好长一段距离 您是怎么听见的 您其实耳力好得很吧 为什么要刻意 装作耳朵不好呢 像你这么聪明的年轻人 为什么会想要加入摩尼教呢 不过您的意思是 这摩尼教 就只是个敛财的组织 多少人为教主散尽家财 我在这装聋作哑的 就是为了救出教主的狐狸尾巴 我不希望看到再有家庭像我一样了 现在快走吧 儒教后 他们会把你啃到连骨头都不剩的 婆婆您怎么会怀疑摩尼教主的神威呢 我查到 只要用一种特殊粉末 就能燃起绿火 也就是摩尼明火 但我不知道该上哪儿取得材料 不然也能引发水逆神计吧 水逆神计 在摩尼神像右边的圣火点起绿火 会引起水流向上逆行 进而开启摩尼大殿 教徒们都称之为水逆神计 教主把点燃绿火 说成是自己接近光明之神的缘故 还告诉大家 只要够虔诚 贡献够多 人人都能隔空点燃绿火 开启摩尼大殿 于是信众 就把引发水逆神计 当成目标追求 不断贡献更多钱财 花更多时间 在这种没意义的事上 您刚刚说的绿火材料 有更详细的线索吗 有 我把相关的书籍放在宋经房那儿了 就是摩尼教最里面右手边那间 跟其他经书摆在一起 原本希望信众们阅读到 后能醒悟 不过他们对光明之神以外的殿级 都没有兴趣 我又不好暴露 自己来此的意图 虽然婆婆讲得很真诚 但此刻透露来意 太过危险了 还是先装个样子吧 我可不相信您说的 你一定是想抢先我一步 接受光明之神恩宠 我得自己去拜见教主 我也不觉得你会信 不过你随时可去宋经房 看看绿火的真相 另外 教主通常都待在大殿 没引发水秘神迹 是见不着教主的 这就去宋经房 看看婆婆说的书籍吧 先确认一下现在位置吧 开启区域地图 在这里 可以看到已经走过的地区 及重要的地标名称 对照区域地图 找到宋经房吧 在这里